歡迎收看整人不愛車 我是小K 昨天我們在賓士的CLE的發表會 我們看了比較特別的這種雙門的轎跑車 今天我們來看比較穩重一點的 賓士全新世代的E-Class S10 旅行車 雖然旅行的車在台灣算是比較一個小眾的市場 但是我還蠻開心賓士還是把他的旅行車款帶來台灣了 但是他的目前賓士的E-Class S10 他只有一種動力規格只有E200 他採用的是2.0升的渦輪增壓引擎最大馬力204匹 因為他有48V的輕油電系統 所以他可以多23匹的馬達的動力 但他的基本售價319萬 所以對於喜歡旅行車的人來說的話 接下來要大家好好來看一下這台車了 看看他的外觀 首先我們來看看他的車頭 車頭算是全新世代的車頭 但另外因為他有一個AMG Lite的套件 所以有沒有看到他的水箱護罩 採用的是黑色亮面的烤漆 非常的好看 再仔細往裡面看 有沒有看到 他的水箱罩的內部 他是有三芒星的造型在裡面 然後圍成一個我們以前傳統會認為的 叫做蜂巢狀的一個造型 那現在他是用的是用三芒星的設計 然後做成類似也是這種網狀的風格 另外來往下看 左右兩側的氣氛也可以看到三芒星的造型 有沒有看到非常多 這就是算是賓士新世代 他這個造型上面一個細節上很常見的點綴 再來看到頭燈的部分 頭燈他有選配了多光束的智慧頭燈 多光束的智慧頭燈 他的選配價格是2萬元 他有多厲害呢 他除了有自動遠近燈光之外 他還有一個進階的動態迎賓功能 比方說你晚上的時候 啟動車輛打開大燈 他可以投射非常特別的動畫 燈光的動畫 來告訴你 歡迎你準備來上車了 這是2萬塊的選配 再來引擎蓋的部分的話 有沒有看到四條人線 這是以往 早期是在AMG上面才看得到引擎的人線 基本上我們在現在很多的 比方說C-Class E-Class上面 就已經非常常見到這樣的一個設計了 另外我們來往這邊看看 輪圈的部分 因為今天我們借的這輛車 他說他是認證車 所以他的輪圈配的是18吋的 但是不用擔心 因為標準配備是配19吋的 造型一樣也是AMG的5幅雙熱式的輪圈的造型 有沒有看到 大大的AMG的字樣在這邊 因為18吋輪圈比較小 所以他的輪胎配的比較厚實一點 所以配到55 如果是19吋的話 他的輪胎可以再薄一點 然後看起來會更有跑格的感覺 後方整個車身的部分 一樣可以看到他分離式的車身線條的造型 有沒有看到 前面一段 然後後面一段 中間好像感覺這個腰線不見了 那這樣的一個造型 會讓整個車身看起來 比較有層次感之外 從車頭看過去 你還會看到這樣的一個拉線 看起來會比較有運動的感覺 那比較 不同的是說 他選配的話 他沒有夜色套件 那我相信之前常看 賓氏介紹的朋友來說 很常看到夜色套件 那我也非常推薦 選配的時候 選夜色套件 那夜色套件的話 整個窗框 車頂架 以及 這個後窗 都會變成深色的 那窗框 跟車頂架會變成黑色的 那整體造型來看的話 會感覺更有這種運動的風格 那門檻的部分也是蠻特別的 來看一下 這種隱藏式的門把 非常的好看 那你只要輕輕的一觸碰它 它就可以把門把自動伸出來 按一下 上鎖 它就會收進去了 那這樣的一個門把 看起來除了鍍鉻 彰顯它的高級之外 這種隱藏式的門把 其實看起來也蠻有這種豪華的這種防車 或者說之前超跑上場看到的 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身為一輛旅行車 我相信它的車身尺碼絕對是大家比較關心的 那因為它是一輛E-Class的等級 所以車身全長超過了4米9 我們看到這個車身非常的長 車尾的話 後擋風玻璃 微微的向外做了一個後略的延伸 它比較不像傳統的旅行車 做的是一個平面斷層式的一個造型 它是做微微向後傾斜 所以看起來會還是有帶有一點這種 比較動感的這樣的一個造型 那另外車尾 車尾一樣可以看得到 它全新世代的一個設計 尤其仔細看它的後尾燈裡面 來看到沒有這邊 有沒有看到兩顆三芒芯 因為現在是大白天 雖然我把車燈已經打開來了 但是沒有那麼清楚 但是看得到裡面的燈具 三芒芯晚上的時候 這三芒芯就會亮起來 有沒有跟車頭感覺非常的相似 我所說過了 新世代的設計 他們大量的把三芒芯的造型 加入到了設計的與惠當中 不管從前方的水箱罩 或者是後車尾燈 都可以看到三芒芯 再來看保險桿下方有兩個 很像裝出排氣尾管的飾管 其實它是一個裝飾 它實際上不是排氣管 但是整體造型來看的話 你會從車尾看過去 還是可以看到濃濃的運動的風格 所以雖然旅行車感覺是會比較溫馨 會感覺比較屬於實用一點的車子 但是冰是在設計上面 還是把它的一個 很多的運動的一個小小的元素 加在裡面 好 打開後衛門來看一下 整個車室的空間是非常的大的 再來它的標準的置物空間有615公升 第二排座椅424可分離 全部傾倒最大空間 可以來到1830公升 另外它的後尾箱的左右兩側也有 椅背的快速傾倒按鈕 你只要輕輕的往外一拉 椅背就會倒下來了 對於這樣的一個功能 尤其是需要在長期 如果是需要在大型物品的人來說的話 這樣的一個置物空間非常好用 另外把下方的底板拉開來 我們來看一下 1 2 3 來看 有沒有看到下方還有一個很大的隱藏的置物空間 我相信對於喜歡洗車的人來說 這個空間可以放一整組滿滿的洗車工具 非常的好用 為了讓底板比較容易固定 你看它沒有它還有一個固定勾 可以勾在上方 所以讓你取霧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 所以整個後部的空間的話 其實看起來是非常的又寬又高 然後又深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車艙的部分 來 我先把車子發動起來 先讓我們的鏡頭往裡面看 首先看到眼前的方向盤 這個是多功能式的方向盤 昨天在介紹CLE的時候 有人問我說 我有講到這個蜻蜓方向盤 好 那什麼是蜻蜓方向盤 來仔細看一下 它的多功能方向盤 因為功能非常的多 你發現 它有上下兩個橫幅 主要還是以三幅式的設計為基礎 但是有沒有發現 這個造型 是不是很像翅膀展開的蜻蜓 所以這就是俗稱的蜻蜓方向盤 好 那再來看到儀表板 儀表板的話是12.3吋的全數位儀表板 它的儀表板也非常的方便 它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來控制各種你想需要的功能 或者是配備 那這個部分的話也是非常方便 你可以依照想要的風格 或者是說 如果你今天只想單純的看 這個駕駛輔助系統的話 你也可以調到 只有駕駛輔助系統的一個畫面 那另外中間的中央觸控面板 它是14.4吋的大型的觸控面板 那一樣它的功能非常的齊全 那另外來我到副駕駛座 來操作一些功能給大家看 好現在是Apple CarPlay的狀態 然後我們回到主畫面 它有內建導航 好它內建導航非常的方便 那另外它的內建導航的話 它可以顯示 有一個實境功能 那蠻方便的 那對於實境功能的話 必須要在車子行進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 把它的畫面叫出來 那至少是說 第一個它有內建的衛星導航 然後再來它有一個實境的功能 好再來來看一下它的飾板 它的飾板也是選配了9000塊 有沒有看到 黑色霧面的沉目飾板 另外仔細看一下它的沉目飾板裡面 有沒有看到又是一些點點心芒 而且仔細看 它的心芒有大有小 它是有一個算是有一個設計 邏輯上的一個特別的分布 這個心芒不單純只是好看 它晚上的時候氣氛燈亮起來的時候 這個心芒也會跟著發光 非常特別 那整個黑色的沉目飾板 霧面的沉目飾板 它除了前方的飾板之外 來中央安座上面的飾板 也全部都是同一個沉目的 一個霧黑的一個飾板 所以非常的漂亮 而且摸起來非常有質感 那座椅的部分 是皮革加上這個 脊皮的一個材質 所以坐起來很舒服之外 再來它的防滑效果非常的好 另外跟大家講一下 它的頭枕 頭枕也是我非常喜歡 它的頭枕是可以前後調的 我調一次給大家看 我調部架指數給大家看 我們看到它可以前後調 頭枕是可以前後調 為什麼我要特別講 頭枕可以前後調這件事情 因為頭枕可以前後調的話 你在座椅設定方面 比較容易設定到你頭部可以 靠在頭枕上面 這樣子你開車會比較舒服 因為有些座椅 尤其是那種跑車式的一體座椅 它的頭枕會比較平面一點 你反而是必須要刻意的往後靠 才靠得到 雖來說跑車座椅看起來比較帥 但是因為它頭枕沒辦法前後調 所以你要靠頭的話 其實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這種可以前後調的頭枕 我覺得非常的加分 尤其是你開長途的時候 你可以全身放鬆 然後頭枕在頭枕上面 你會覺得脖子就不會那麼痠了 好來再來看一下後座的部分 好來後座 那剛剛有提到 因為我們旅行車講究的是一個使用功能 所以來仔細看 當我把後座的椅背 向下傾倒的時候 這個時候 前座座椅它會自動的往前靠 來仔細看一下 當我把後排的座椅倒下來 有沒有看到 座椅會往前靠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範圍比較小一點 那當然部駕會更明顯一點 來跟大家看一次 它會往前靠 好 那剛好開到後門 這個時候就可以看一下 來 它擁有柏林之聲的音響 總共有17支的揚聲器 那光是講到柏林之聲 我相信在車用音響的品牌裡面 我想這個已經算是非常頂的了 好來坐到後座 身為一輛E-Class的旅行車 我相信空間絕對不是問題 你看我坐上來 前方座椅是我的標準設定 我176公分 你看我的西部空間 大概還有兩個拳頭 頭部空間也有兩個拳頭 所以內部的空間非常的舒服 然後一樣 座椅一樣是 提格搭配擠提的材質 而且它的座椅的椅面是比較Q彈 比較Q彈的 所以坐起來會有一種紮實 但是又很服貼的感覺 這個要怎麼形容 反正就是感覺你整個身體 它可以把你完整的抓住 所以你在坐的時候 一來 擠皮不會讓你造成滑動 二來是你整個坐起來是非常舒服的 它的後座一樣有冷氣的出風口 以及中央扶手 它有一個隱藏式的置物架 好 再來特別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冰室在新世代的設計上面 其實它的工程是用了非常多的巧思 即便是冷氣的出風口 它也用了一個非常精妙的設計 我們來請 鏡頭來 我們帶到這邊 來仔細看 一般來說 我們的冷氣出風口是上下左右 但你仔細看 它是可以360度旋轉 而且你很難想像是 它其實是利用一般傳統式的 這個冷氣出風口的一個機構 然後另外衍生出來的 那這樣的一個設計是非常精巧的 那這個設計就會讓我想到 早期的SUB 它的冷氣出風口也有這樣類似的一個 360度可旋轉可調的這樣的一個設計 你要知道這麼簡單的一個機構 但是在它的內部的結構工程上面 還是需要特別去設計的 那最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輛車的駕駛感受 首先它是一輛204P的油電負荷動力 所以在性能上面 我覺得對於一般的家庭需求 或通勤需求來說非常的夠 那也因為它有48V的輕油電 所以在節能上面來說 還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那另外它有氣壓式的懸吊 像我們剛剛在乘坐的時候 經過路面比較差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氣壓懸吊 帶給你這個柔軟的路況的回饋 哇那真的是很棒 的確是不愧 是一個豪華品牌裡面 舒適與高規格的一個代表 那在駕駛方面來看的話 雖然說它的204P加上 23P的馬達輔助來說 我雖然是夠用 但是它在中尾速的話 還是需要給它點時間去做延伸的 但是它的起步表現 我覺得以一輛這麼大 4米9的一個車子 然後車重一頓酒 這樣的一個車子的規格來看的話 它的整個車子的反應 其實是非常的好的 加上它有一個足夠的空間 以及內部非常舒適的一個配備 所以我還是認為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旅行車 而且是你會有一個長時間 駕車的需求的人來說的話 如果你預算夠 真的可以好好考慮一下 新世代賓室E-Class Estate 好那今天整人不愛車 就分享到這邊囉 拜拜